我們看第二題 其實這題目看起來很難 其實實際上很簡單 他說一樣跟上面一題完全一模一樣 給你ABCCD四個點 但他講的關鍵是你把它圈起來 他講的是四點公平面你把它圈起來 然後你要主意反三哦 來吧 四點公平面來 寫上去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代表 體積是多少你知道嗎 體積是0 因為既然公平面的話 他就不會往上升嘛 你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譬如說舉個例子好了 一張子是一個平面 對不對 如果你把十張子疊在一起 就變成什麼 體積嘛 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當他講說這四個點 共平面的意思 代表說這四個點 所圍成那個六面體的體積有沒有 就是0 因為他被壓扁 這樣聽懂嗎 所以方法的完全一模一樣 其你也是一樣 先把AB AC 還有A珠的項鍊先找出來 然後找完之後呢 他們的三接行列式的結果是0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會嗎 好 所以AB的話 AB 解一下吧 那就-1 0 k-3 AC呢 就4-1 k-2 然後這個三接行列式會等於0 所以直接-1 1 k-3 還有4-1 k-2 還有2-2 k 你也不用寫絕對值了啦 直接就變成0就可以了 因為他竟然等於0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答案可以快速寫一下 呃 看怎麼算比較快 需不需要把星座化學功夫比較好 啊不用好了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用暴力法把它算一算 OK可以吧 那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結果就變成了-1乘上他-1乘上這個-1-2-2-k 然後呢 這裡是正負嘛 所以是0 0就不用寫了 這是正的 加上k-3 乘上這個 4-2-1 因為數字還不是很難 我們要等於0 真的可以啦 好啦 那就把它乘開吧 所以就變成了 k 減掉兩倍的k-2 然後呢 加上k-3 乘上這個是-8-2 等於0 OK啦 所以呢 化減一下 k比多少 k就等於7分之22 OK 好 就給大家 就等於7分之22 Pat 耶 就等於5分之22 3分之22 4分之22